雷尤聊世界天天都不心 大家好,我是雷尤 今天来看意大利人对上玛雅人 这场比赛是 塔操BSHERA的单挑比赛 OK,这场比赛也是超级随机 那这场超级随机呢 看起来是正常的山春开局 然后开局即送沙阿王 谁啊,沙阿王 开局就送沙阿王 那我们上个影片是开局就送沙阿王 这把就不太一样,送沙阿王 那这张超级随机 有点这个地图的范围 而且像是索科特拉岛 这个范围也蛮像的 但是它外面是可以出去盖这个码头捕鱼的 而且这个世界的镜头 居然有野猪在这个鲑鱼群上面 太神奇了,Magic 那这张地图看起来是野猪特多 这里已经有两头野猪了 然后这边再两头 如果这两头也可以拉回来吃的话 那就美滋滋了 那野味的部分看起来并不是这么的急需 因为是游海的关系 所以开局还是要多多伐木 赶快轨转一下伐木配置会比较好 那由于前期开局没有看到游海 所以还是要稳住肉量 然后赶快去补一下伐木 才可以去开一下码头 所以这里呢 两边是选择了一个 弓兵开局 玛雅人跟意大利人 玛雅人打海战 算是普普通通 不会太强 不会太弱 也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加成 那意大利人这边的加成 可能就比较多了 有这个游船的截面 而且还有弩炮战舰的这个升级截面 所以以科技线来说 跟前期的游船的截面 意大利人这边的优势是更大一点的 那意大利人对上玛雅人情况下 意大利人打工兵路线 是比较厉害一点的 虽然热纳尔弩手跟玛雅人的这个攻击是一样的 射程攻击是一样的 但是它有巨盾科技的关系 所以意大利人的 弓兵的防御比较高 但玛雅这个文明来说的话 诶 这个是什么拉的 我们来看一下 但玛雅这个文明来说的话 是比较 血量比较多的 那为什么这个 这只猪会去打阿沙王啊 我们回头看一下 好 直接过来 这个阿沙王怎么可以攻击 他不是没攻击力吗 居然可以用阿沙王去偷干人家的野猪 我看了什么 阿沙王表示当个国王还要去拉野猪给我的人民吃 这是个好国王啊 笑死 阿沙王这边居然用国王去拉猪 哇 我第一次看到国王还有这种用途啊 好 OK 那开局送阿沙王 直接当赤猴来用 而且回血还比这个赤猴还快啊 一直回血 哇哇哇哇哇哇哇 那不知道塔塔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其实他可用国王去拉猪 我不用村民 完了这个世界镜头的野猪 国王就有事情可以做了 啊 好神奇喔 这个国王居然可以拉野猪 有点吓到我了 还是其实全部的世界镜玩家里面就只有我不知道 国王是可以拉猪的吗 还是其实是这样子的吗 又可以耶 诶好奇怪喔 这个野猪会有反应耶 会不会磨到一滴血 还是这个比赛的关系喔 特殊模组 让国王可以拉猪 好那来看一下这里野猪 踩在吃 好快来射一下 哇这个野位非常舒服啊 右边的码头已经补下了 好赶快先补到五个人伐木 五个人伐木之后 渔船就不会断了 然后这里要赶快补房子 然后渔船继续按 那这时候两边应该都有意识到 这个是有海土喔 所以两边应该还是会赶快上封建时代 去打这个战舰 或者是火战船 去攻击敌人 当然也有可能打直层 这就是选择问题 那以意大利人来说 这边打直层可能会更好一点 毕竟他的弩炮战舰有减免 升级时代也有减免 所以打直层对意大利人来说 是更好的选项 而且很容易拿到这个科技上的优势 但是风险也是蛮大的 毕竟人家如果一个封建 封快 战船过来你的渔船可能会被烧光 那以职业选手的角度来说 这个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毕竟他们有这个应对方法 把这渔船拉走就好 继续拖时间 只要我时代游士 战舰一出来 科技一出来 就可以进行压制敌人 而且上城堡时代 还有骑士也可以打入战 所以一带一人这边是选择了21匹 加3艘渔船 那看起来是很难升到城堡时代 是打一个封建 拉拉一只村民在上面 哨命固王还在楼 想要把Hera家里的地图探明 后面的野猪已经拉完了 Hera这边补肉补得很开心 来看他补了多少肉 好 经济方面补了1372 结果好像跟对手差不多的感觉 反而这个野猪 并不是这么重要的感觉 反而塔套这两个野猪没有吃 经济却跟对手差不多 好右边补了一个码头 看来是要来进攻Hera家 Hera这边不知道有什么侦察到 一打一人这里选择了 封建火战船开工 并不是要打直城 所以我们刚刚的预测 是有预测成功 好下方的码头 封建时代以上 先点了一击伐木 战舰马上按下去了 Hera这边是决定要打直城 结果是玛雅人要打直城 结果不是 玉打利人要打直城 直接预判错两边 OK这个就是RTS的有趣地方 虽然你知道这里有优势 但你不会使用这个打法 这个国王死掉了 是不是也没差 他看起来好像没差耶 是20吗 是了啦 阿车王看起来就是一个幌子 好这里用阿车王的杜兜 去攻击村民 杜兜攻击看起来有效 这个国王好烦 好烦 大肚子攻击 斯基帝国也有大肚子攻击可以用 杜兜鼎人 好猛好猛 右邊戰船已經開始燒到漁船了 HERA這邊封建時代點殺 但這邊燒直層 一定要把家裡趕快為死 被溜進來就不妙囉 喔 直接走進來 哇 家裡沒有勝利為死 所以這隻國王還在呢 HERA已經沒有國王了 不能用國王護頂了 好 爬到這裡覺得 欸 後方好像可以在搞點什麼事情 回來搞一下 好 戰艦趕快燒一下 燒燒燒燒 兩艘魚船 三艘魚船 再抖動 趕快逃了吧 好 要不戰艦了嗎 有 這部戰船啊 而不是火戰船 好 一大一人這邊現在有補魚優勢 HERA這邊已經要順利點下城堡時代了 黃金不夠 補一下 買個一百肉 然後賣掉木頭 點一下城堡時代 OK 那如果有買賣的話 待會戰艦數量可能會稍微少一點點 但是 待會弩炮戰艦出來 有二級射 打這個戰艦的話 優勢就非常巨大了 好 上面有一艘魚船被燒掉了 好 那打到這邊是直上大石牆 決定不跟你交流 你直成我上大石牆 反正這樣地圖看起來很好 直接把他當成以前的 阿博還是森林一樣的感覺 趕快圍一些重要地點 就可以圍死了 好 那這裡中間 趕快再補一下石牆吧 就可以圍好了 好 補了一個哨戰 看一下黑魯拉會上城堡時代 是打快攻嗎 還是要來打 這個3TC 這裡是一個分支點 那這邊會有挖了非常多的石頭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打羽毛劍射手 我們上地視角看到的畫面是這樣子 有可能是要棄海 然後純打陸戰 好 這裡捕魚捕得很開心 大石牆進出來 他到這邊的魚船有點太過分了 直接在人家臉上捕魚啊 好 後方的魚船 偷偷補一下 上方這裡五艘魚船 沒有再繼續補 專心打海戰 好 升到城堡時代來看一下 Hera會怎麼選擇 好 這邊兩艘戰艦 目標是塔塔加里的魚船 這裡的碼頭應該是要被打掉 好 先點下來一擊射 現在資源量不太夠 好 本來想要過來蓋堡 但是發現這裡已經一堆石牆了 哇 打到這邊是一個預判成功 果然是要打強軍師 蓋堡前壓 但是已經都維好 這裡蓋不到城鎮中心這裡 只能在自家門外蓋一根城堡 然後待會一定要按這個大衝車 才有可能繼續進攻了 好 城鎮中心這裡是繼續補村民 後方的魚船 哇 果然被打掉了一艘 有一擊射戰艦就是不一樣 好 彈龍砲戰艦要趕快會升嗎 還是決定不升 這裡有趕快 要趕快補石槍了 哇 這裡有海豚在叫 看一下那裡有海豚 這個地圖有海豚的嗎 威魚群 奇怪 怎麼會有海豚在叫 好 那這裡是轉出了羽毛劍射手 開始用這個 城堡射擊石牆 這個石牆有點危險喔 這裡是不是要趕快繼續補大石牆了 趕快把這個石牆補起來 趕快補 石牆血量掉得很快 村民居然在發呆 OK 一神到城堡射擊石牆 點下了盧炮戰艦二級射跟刺網技術 直接把這個肉直接拉好拉滿 這個石牆看起來是沒有辦法繼續蓋了 羽毛劍射手 城堡射擊石牆也很便宜了 羽毛劍射手基本上可以把它當成馬攻單位來看 跑的移動速度快 血量也多 到了地獄世代有65B血 金銳類版本 城堡射擊石牆的羽毛劍射手也是蠻難產的 但是它的弱點也是蠻明顯的 手比較短 只有6點射程 如果你打強弩的話還有1點射程的優勢 當然一大一人來說的話要打羽毛劍射手 現階段來說 轉這個戰毛兵是最簡單的 就直接把它當成馬攻來看待 轉這個戰毛是最簡單的 畢竟自己在開農嘛 而且這邊戰艦也開始在補 變成火戰船了 那現在有補優勢 轉騎士可能會更好喔 還要轉騎士呢 喔唷 這裡有轉馬鎧 看來是要轉騎士了 好 但馬舅呢 你的馬舅在哪 欸 馬舅 欸 馬舅是在 黑羅家 他現在知道 喔 既然 你的弓箭手都在我家 那我就出奇事來逼滴你家 有想法 好 這裡出了一台投石車 待會破門應該很快喔 第二個馬舅 再卡到這裡 捕魚還要再快一點 然後還要再捕更多人挖金礦 這裡一級挖金 要不要偷挖一下呢 好 這裡補完大石牆 這面又補了一堆房子 暫時不會卡人口 而且經濟也不錯 那待會正面怎麼看喔 其實出一根劍塔 就差不多人房了 但是劍塔現在沒有挖石頭 呃 待會家裡 直接轉攻城七字招手 出奴炮 只是最便捷的方法 好 那黑羅啊 這裡是補了一個新的城市中心 好 但是後門有投石車 突然砸了起來 有沒有意識到呢 要被開後門了 自家的後門要被開路了 看這裡有點卡 這個騎士 被這個兩個木蟲給卡到了 好 拆完木牆 要進去了嗎 好 這裡有遜到村民了喔 開始尷尬了 怎麼辦怎麼辦 好 一個炸藥桶 炸一下房子 炸藥桶在發呆 來 好 塔塔點下力攻 加里騎士溜進來 投石車在打房子 騎士先衝過來 先控住金礦 炸藥桶按了一個 還沒有炸下去 好 加里稍微圍一下 直接把騎士給圍起來 我的天 黑羅這邊的手術非常的要求 居然直接把騎士給圍了起來 欸 等一下 這裡怎麼有動 欸 怎麼 欸 怎麼動那麼多 欸 奇怪了 欸 還是有動 動也太多了吧 好 結果後面 投石車沒有騎士保護關係 直接被 村民給手撕掉了 哇 尷尬啊 這一下 這個騎士一堆動啊 好 但最後還是圍起來了 三隻騎士被圍在裡面 等著被羽毛劍射手給收掉 好 還是補下修道院 好 這裡炸藥桶 要炸了嗎 欸 炸藥桶怎麼往回走了 看到投石車決定不炸了 回家回家 先守家裡 後面騎士一直溜進來有點難受 好 墊下了 騎兵的 跑速了 現在移動速度快了一點 這個房子有機會打破喔 再擠刀 剛只剩三滴血 但要拉了更多的聰明來修理房子 這個房子最後是被修了回來 OK 這三隻騎士有點麻煩 怎麼辦 毛劍射手趕快點 趕快點 點掉他們 後方的三隻騎士再繞了 好 下方的衝車 站在開底 這裡居住房車 好 投石車 去補 後面補了一隻三驢 這個三驢應該是拿來補血的 喔 可以反擊一下 羽毛劍射手 但效果應該不是很明顯 他到這邊難道是要打一個 看一下 哇 這裡流進來了 家裡沒有撐中心 沒有人 也不能阻止 被流進來 HERA這一波很賺喔 這裡就算尾也沒有太大的用處 只能稍微控制一下 對方的弓箭手 哇 一直偷點 一直爽啊 好 趕快再繼續尾一下 但這邊點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HERA這邊經濟 快要跟上塔套了 塔套這邊臭民數越被越點越多 剩下42村 打57村 哇 這幾隻羽毛劍射手 價值連城 但投資車也砸到了一發 好 這個想要預判嗎 TC 現在沒人 一時間出來 尷尬 要投自己嗎 沒有投到 走A 繼續走A 再走A 砸到了一隻 這個弓箭手射掉了好多隻村民啊 哇 三隻還能繼續射 哇 這就是世界冠軍的弓箭手 這個預判 有點預判過著了 世界冠軍就是這樣子啊 好扯 三隻弓箭手 多殺了好幾隻的村民 好 現在村民數已經持平了 但是塔套這邊其實是漁船比較多的 村民數其實只有39村 對這裡有3村 HERA這裡是一艘漁船都沒了 海戰已經放棄了 這羽毛劍射手 偷偷點一下投石車 投石車被點到有點殘血 看一下兩邊的血量變化 投石車要偶爾 屍死的去反擊一下 眼毛劍射手 不能讓對方打得太開心 那現在二級馬凱很重要 已經有點下了 二級馬凱之後 稍微能擋 好 這邊騎士拉了非常多 去打上方投石車 投石車直接被點掉 那三台投石車還在繼續進攻 從城鎮中心 上方村民被砍掉了幾隻 HERA這一波有點小小的受傷 畢竟沒有槍兵打起來 壓力還是很大的 而且也沒生旅 羽毛劍射手上去硬點 但是差點點掉 拉了一隻村民過來修一下投石車 投石車一過來 往前點 但是打到自己人 疑似有點小小的受傷 投石車繼續追擊 喔 這一波 城鎮中心可能會被拿下 拉到這裡的騎兵繼續壓制 好 這裡 這東西的血量掉很快 投石車四台 哇 砸到了 世界冠軍 終究還是 難秀 哇 比HERA的臭名怎麼 那麼不怕歧視的感覺 直接上去就是對著投石車 一陣輸出 結果我自己臭名死了一大堆啊 好 那HERA家裡感覺快要扛不住 羽毛劍射手雖然一直在暗 但是數量越來越少了 然後數量開始變少的時候 就是瑪雅擋不住的時候了 好 這裡又拉了一些村民過來 直接手撕 投石車再一次砸到自己的騎士 但是這些七隻村民應該是沒有想要回去了吧 你敢出來 還想敢回去嗎 這居然還回去成功 但投石車又砸到了一發羽毛劍射手 還砸到了一隻僧侶 哇 這邊塔塔手術也是控的非常好 好 現在家裡沒有羽毛劍射手燒囉 就可以穩穩的農 這邊可以專心進攻 ERA這邊可能也要轉一些投石車 進行反之會比較好 哎唷 這裡轉了一台投石車 不然只是靠羽毛劍射手是有點吃力的 這個狀況 好 塔塔的資源 弱還是很多 黃金稍微少了一點點 好 騎士再次上前 想要往前點掉投石車 投石車直接被砍掉 OK 但是遇到羽毛劍射手沒有繼續硬砍 反之選擇拉走 後面還有一隻僧侶 投石車左邊預判一下 OK 又預判成功 好 再點一下 照到了一隻騎士 用這個招強招的騎士 打掉投石車 好 再來預判預判 找到自己了 尷尬 想要預判對手 反而是預判到了自己的騎士啦 現在ERA好像有慢慢穩住的跡象嗎 好 那肉是比較大的問題 這裡有沒有趕快撒農田呢 好 補下了一個新的成分東西 喔唷 這裡農田越撒越多 好 上方挖礦 好像被ERA給偵查到 好 這邊投石車被砸 砸到了很多血量 再繼續秀下去 感覺會秀到頭破血流的喔 ERA這邊太仰賴自己的手術了 對方可是也是你的隊友 頂尖的玩家 要確定耶 這個拿來秀新手的話 可能還OK 秀直接選手 真的要確定 沒那麼好秀 好 投石車點掉 生旅 好 當然塔塔這邊點一下 帝龍的時代 這裡有可能帝王勸退一波 有補優勢 肉類時代太優秀了 好 投石車再繼續砸 剩15隻的羽毛劍射手 有機會嗎 好險好險 往前走 這也不能往後 好 這裡再打 唉唷 所以換掉兩台投石車 現在塔塔這邊有點想要撤退 因為在帝龍時代升級好 自己的優勢會更大 三級馬凱 還有這個重裝騎士喔 馬上就可以補下了 好 那左邊的部分 有沒有要來反擊一下呢 這裡補一根城堡 壓制回去 這裡的城鎮中心 中間地帶還在挖石頭 這裡在偷拆 工程器製造手 這裡也補了一個投石車 想要反擊投石車回去 這裡TC一直有待補 但農田沒有繼續復根 木頭有點少 肉也有點少 算3TC在開農 但是村民術 沒有領先太多 是74村 打上61村 魚船部分給的經濟還是比較好 好 現在塔塔在等帝龍時代吧 好 兩邊進入修整期 好 看一下 剩下15秒會不會帝龍眩退呢 投石車這裡沒有在空 要被打掉兩台了嗎 第二台回頭打一發 結果被羽毛劍石頭給點掉了 後方投石車在砸 第一打高 又打到 但這邊高打第一點掉了 先把這隻村民給點掉 這樣就不能再修理投石車了 升到帝龍時代的義大利人 點下了騎兵 三級馬凱重中騎士 Hera直接打出了投降 勸退成功 我們恭喜塔塔拿下比賽的勝利 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是 領了快要8000多的資源 均是來到1.46 好 那我們恭喜 塔塔拿到比賽的勝利 那Hera這邊有點可惜 但是他的羽毛劍射手還是秀得很漂亮 如果海戰部分有順利拿下的話 或是進攻打得夠順利的話 那就可能情況會有反轉 這跟城堡想要往前壓也沒有成功 被塔塔給守下來 看起來 塔塔這邊果然還是 也是夠頂階了 預判Hera的招式全部都預判成功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